哈喽,我是文,我们现在在基隆坡国际机场 我们今天要去飞玩一个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就是东马的沙拉院 因为我们在基隆坡待了将近十天嘛 都是在吃,所以我们决定换一个城市玩一玩 那今天去的这个城市呢,是乐大雨林城市 有红毛大猩猩的城市,叫古镜 那一会儿我们会派一个东马的路径小攻略 因为这边去东马嘛,还需要盖一个路径章 马来西亚的地理化分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和婆罗州北部的东马 东马包括沙巴跟沙拉越,两个州以及一个联邦直辖区 我们这次要去的城市是沙拉越的首府,古镜 国内出发的吃的,就比国际要便宜好多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Family Mart 现在我们在办理自助纸鸡 他打新一条线没给我 哦好,卡Bug了 一条线没给我 求助 这重新打要不要 正在打印 没有,刚才已经刚才打印了 没纸了可能,刚才那里就没纸 好了 十七,这么重啊 为什么 不是很奇怪,我来头才十六,不可能多四公年 十年纪哦 啊 要把衣服拿出来 我穿上 这个好像是贴上去的 你叫他教你还要不要 那个好像是贴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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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那个小章要不要捏起来 我不会捏 为什么人没有人 好,我的 ролi 十六 四 八零拍 一条直肌不仅能工创口很少 自助直肌可以咨询的工作人员也只有一个 基本得靠自己了 自助直肌和托运都是有重要选项的 先打印登记牌和行李条 再进行托运 按照屏幕指示一步一步来 刚才也不到早 了我的行李来的时候是十六公斤 然后这边亚寒秤 竟然有20公斤 凭空拿了4公斤 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空气 整行李整班 对 整行李 什么东西都套我身上了 你看我把衣服都套 我现在已经热到爆炸 我觉得亚航的行李 比它机票还难搞 然后那个自动拖运 也拖得很无语 拖运完两件行李以后 因为我们没有第三件行李 他应该要告诉你说 你的行李已经通运完成 还有剩一公斤 是否需要再拖运 当然没有 他直接说 你是否取消这个行李 对对对 然后害了我们 我们去找柜台 柜台说已经投运好了 但是我说他让我找柜台 所以搞了是比较奇怪的 他这种表达很奇怪 对就有奇异 然后整行李这一关卡 真的是弄到我头疼 还有把潜水装备 全部都拿出来套我身上了 我感觉真的太奇怪了 这是什么东西 贝果 这一排都是 他还是卖的最好的 但我觉得这个分量也太大了吧 这还有小鱼竿呢 哎 这有个小鱼竿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里肯定有小的呀 没有 没看到啊 擦亮你的双眼 真的没看到 剥了我味的伊利多 还有个鸡脚的 一身军的试试 我不知道这个多少钱 这个鸡脚啊 名字这个要卖这么贵吗 不是 我所以我就怕这个变成伊利多杀手 我觉得国内出发应该不会撒手 国际出发才会撒手 哈哈哈哈 8块8 几个小时啊 两个都要吃饭 不知道他怎么了 他醒了没有 在夕阳 我现在到沙拉岳了 狗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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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英文都是 沙拉瓦 沙拉瓦 然后他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他每个名字 都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 佛罗州 是不是 佛罗州 然后沙拉瓦 然后还有 印尼那边叫这一片叫 家里饭单 我觉得这三个名字 是感觉和其他地名 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不会觉得 很乐待 可能看下古今的机场 也不会 是小机场 也还像可以 我刚才一走到那个 蓝桥里面 我觉得它是小的 我们现在要去 盖那个路径章 东马 包括沙拉瓦州 和沙拉瓦州 因为这两个州 是拥有移民自主权的嘛 无论从外国直接入境 还是从马来西亚 其他州入境后再离开 旅客都需要在机场 办理东马的路径和出境手续 并加盖东马的路径和出境章 对对对 你看 这里 拍下这个 所有路径的 要务必盖路径章 11到16 外国护照 12月海关是走人工柜台的 递交护照和登机牌 然后拍照 录录两个手的狮子指纹 就可以盖章路径了 据说东马的路径章和出境章 有时候会盖在护照上 也有时候会盖在登机牌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盖了章再离开 并且妥善保管好登机牌 如果发现未盖章 立即返回到移民柜台要求不盖 如果离开机场后才发现未盖章的话 就要前往周移民局办理不盖手续了 并且要提供征机牌 行程单等资料 311这边可能比较少外国游客吧 外国游客就是肯定是不多 因为我们刚才飞机上只看到两个 对对对就同行的两个 没有四个我们也是 四个吗 欧美对对 欧美另外两个是欧美人 而且一看就是好像从海岛国家来的 你不觉得一到三号月都打开门铺面来 就是那种热带雨淋气息吗 对 就比进行坡要湿润很多 你看前飞机的四个外个人就在这了 他们是背包客 三号月三号门出来直接前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Grabber的上车点就可以在这里打车 直接定位到这里的 这个国内到达可能就只有三个门 我觉得三号月这边好像也是榴莲大洲吧 不知道 我只是到盆盆州下午都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闻到了榴莲的味道在机场哦 这地方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哈哈哈哈 所以我刚才一下就勾起我一下 你是榴莲的心 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 沙拉月这边很多中文标识 沙拉月的房间 把醉油灯都开了 我在沙拉月的房间 厕所中规中矩的 我觉得都长这样 干湿分离了 有淋浴间 房间挺大的 你会 这是DELUX的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干嘛用的 是不是给他们祷告了呢 哇 这玻璃有够脏 看这玻璃 Imperia Hotel虽然位于市中心 但离猫咪雕树 河边公园还有8公里左右 酒店和旁边的山场是连通的 山场楼下就是大型的超市 交通便利 我们住的是转角豪华房 其实就是最伟的一间 空间会大一些 房间嘛 蛮干净的 在周冰住树里算是比较好的酒店 还是住公寓更好啊 新视频就到这啦 下期带你们去吃沙拉月的 红树林大盘蟹 拜拜 这是海里的蟹 还是那个红树林的蟹 我是蟹腿的 不是海里的蟹 哎呀 大蟹腿 我是蟹腿 啊 中大蟹腿 中大蟹腿 是蟹腿的